他一生倡导的三种东西 第一个是廖凡思讯 廖凡思讯是叫我们廖达英国 第二本书敢硬贫彬 这是道教的 在底下一句话 修习善业 善我的标准在哪里呢 敢硬贫讲得好 他为什么不用佛经 佛经说得太散了 散在许多经论里头 而敢硬贫里面可以说 把佛经里头所讲的善物都集中了 也等于是汇集集中了 这个好 用感应片汇编 做标准 断一切物修一切善 用安寺全书作为修习善业的总结 安寺全书里面有四种东西 第一篇 第一篇文昌帝君 英之文 这也是道教的 文字比敢硬贫还要少 越少越容易受持 敢硬贫一千多字 文昌帝君 英之文 这一切不多字 也都是善物的标准 第二篇 万善心资 专门将解杀 第三篇 玉海回框 专门将解引 把这个杀根引 作为最重要的个重点 特别详细的介绍 最后一篇 知归净土 希望大家念佛 求生 极乐世界 你这一生就圆满了 那么这三样东西 都是中国人做的 都不是从印度传来的 不是翻译的 我们念起来很顺口 读这个书很习惯的 它不是翻译本的 整个佛法的精髓 就在其中 所以我们今天 借助感应篇 来跟诸位介绍 十善业道经 这有很深很深的意义 修习善业 这两句话了 就是印足一生的事业 辽达英国 修习善业 印足一生所提倡的 了凡视讯感应篇 汇编 暗示全数 如果没有云 借出的佛法 由这三部书 你的一生 果然能够相信 能够理解 能够依教奉行 你决定往生做佛 所以这三种书 后期来 红化色印的数量 超过三百万尺 我当时看到这个 非常惊讶 我那个时候常常想 印光大师是一代的祖师 为什么不弘扬佛经 去弘扬这个东西 佛经他们也印 数量都很少 为什么这三部书 是这样大量的在流通 那今天看下来 我们才需要的 真正体会到 祖师的悲心 佛经说得太深了 能够读诵 能够理解的人 不多 这三种书容易理解 容易看 容易懂 完全是 切记切礼 广度苦难众生 那么 感谢您赞 根本 这是 您 带我 我的 是 相